好我們今天來補錄一下那天的片段 因為那天我們去騎北高其實前面過程有點太慌亂了 大家到現場因為天氣很冷然後又有點飄雨 所以一切都來的太突然竟然忘了錄了這個片段 那我們就來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北高挑戰的所有過程吧 那天其實到現場就是在大家都就定位之後 那我們就在準備所有的最終的定案裝備 包括我的服裝啊安全帽然後耳機 但這時候呱吉很突然的跑去全家 然後大家都說欸老闆你要幹嘛 原來他是要去本壽一下 因為他說他需要去小便一下 他可能有點小緊張 那這時候我們就等他回來的同時 我們就在做最後調整 好啦那一切終於用好可以出發了 那這個時候出發其實我記得起點的時間是5點出發 所以那時候天氣真的還蠻冷 而且天都還沒亮 我記得當天的溫度大概只有氣溫12度 那如果你看得出來這樣的拍攝啊 其實水花噴的全身都是 因為其實到前一晚都還在下大雨 這次上班不要看的團隊啊 是為了就是瓜老闆想要在雙塔挑戰前 在北中挑戰之後 再一次的北高挑戰 來看一下到底他現在的狀況 能不能完成這次的雙塔挑戰 我們現在已經出發 待會我們的第一站休息點是在南寮 目前距離南寮應該有65公里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行了8公里左右 今天天氣是很冷10度而已 但是還好現在沒有下雨 只是地板是濕的 我們繼續前進 那可以發現到其實瓜吉當天的騎乘呢 是比較沒有那麼穩定的 因為其實在出發的時候到現場才發現 他竟然忘了帶了他的卡鞋 他穿了硬底鞋 所以在騎乘的動作上其實是非常大影響的 他的騎乘穩定度是差很多的 我們已經騎了25K了 目前整段路都沒有封啊 騎乘有點崩潰 現在的均速大概都是27 28左右 比上一次還慢一點 過了永安渝港之後 我們的夥伴從越車隊也開始加入了領騎的行列 這個時候的騎乘就比較沒那麼無聊了 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 而且用一個燕子的形狀繼續往前進 我們現在到第一個休息站點 新竹南寮 你看我的腳全部都殺怎麼回事 oh shit 換一下乾的襪子 不然腳太動了 這等一下可以幫我亮嗎 看會不會乾 腳都紅掉了耶 搶一下狀況 現在我們因為有點延誤出發 所以其實還好時間有多抓 但是現在目前我們的均速啊 其實是在目標配速的 有一點點算目標配速內啦 但是因為今天整體其實不太好騎乘 因為目前的狀況 從頭到尾都沒有封 所以其實 騎的有點辛苦 然後沒有封的狀況 腳就變成很吃力啊 因為大家都是真的要靠腳獨推這樣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接下來下一站會直接到白沙屯 那里程大概是40公里 目前已經騎了65公里 我摸的是呱吉的大腿 有看過報議員大腿 就像這樣 欸你已經講完電話啊 今天我的第一階段主要任務啊 就是擔任呱吉在前半段的破風者 那在從業車座的夥伴上車之後啊 接下來我的任務就轉變成為 觀察一下呱吉的動作 因為擔心他的動作騎乘上有一些姿勢上的錯誤 會導致他在後段比較疲勞 那這個時候其實因為大家一開始有提到 天氣超級冷的 所以其實在騎乘當中 我們手套是脫了又戴 戴了脫 因為有時候戴的太熱 那騎乘起來會有點流太多汗 但有時候沒有太陽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終於在騎了一段路之後 看到上班不要看的車隊追上我們 因為瓜老闆在一開始沒有帶卡鞋的情況下 也拜託他們特地繞回家拿 那這個時候啊 我們也特地幫他就是更換了卡鞋 協助他在比賽的後段 可以比較順利來進行 啊!落帥! 現在已經95公里 然後距離後龍坡大概剩下兩三公里左右 上一次因為 瓜吉騎到後面有一點機械故障 所以他就 他的鏈條卡在最內尺 然後完全轉不動 等一下 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今天騎乘的表現 看起來比上一次 路感進步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 等一下看他的後龍坡表現 蛤? 狀況不好 但動作比較OK啦 但因為他現在其實腳有點 快爆掉了 因為前面半段其實 沒有風 所以他踩得蠻辛苦的 那 就看看他等一下怎麼發揮了 因為他今天 昨天聽說是沒什麼睡覺 然後今天有五點 所以要超級早 所以我覺得 對他來講是 體能上很大的考驗 但如果他今天騎的完北高 我覺得他雙塔應該是沒問題的 準備到後龍坡了 接下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呱吉在上一次北中挑战当中 在这个后龙坡的挑战是有点失败的 因为上次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导致他中间有停脚甚至有摔车 那这次可以看到呱吉虽然在脸部的表情还是非常的痛苦 但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优异 因为他在一次就挑战完成了这个后龙坡的挑战 就算很辛苦他还是没有停腿了一次把它完成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慢慢往下滑了 直接休息往下 我下过的时候尽量前后脚都水平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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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站目前因為我們有點遲到出發 所以我們現在距離我們的預定時間 還是有點晚30分鐘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要準時出發 這站休20分鐘 那預計是10點15分 還有9分鐘 稍微補充一下正餐 那目前距離大概是一百零幾公里左右 所以等一下繼續往下 出發 繼續出發囉 下一站烏漆 Let's go 最後10公里囉 在10公里就到... 我後來看地圖 它現在才10公里 我後來看地圖 它現在才10公里 這個休息點 大約已經在往台中的路上 這個時候的呱吉可以看到它眼神已經有點患散 有看到靈魂已經開始左右出竅了 所以這個時候特別拿著我的小法寶 也就是糖果啦 那這個糖果呢 在比賽後段真的非常重要 吃一下這些很高糖分的食物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小秘訣喔 倒數6公里 就要到我們的午餐休息點 不是痛這裡嗎 就是... 這裡 大概這個 就是當你那一車這邊太緊 它一直被往上拉 就沒什麼空間 我現在已經騎到台中烏漆 然後我們去出發今天只剩4分鐘 我剛吃了泡麵 超餓 而且很冷 所以就吃了一個有熱湯的 還喝了一杯紅豆湯圓 我們下一站是在彰化方越 距離大約48公里 等一下繼續出發 我們距離我們的目標剩下150公里 然後現在有點小延誤40分鐘 簡單補給一下 等一下繼續上路 在這次的北高挑戰當中 其實在時間的安排 我們是非常緊密 而且是有序的 因為我們有個時間任務的目標 所以我們在每個分段計時當中 都必須要非常的精準去控制我們的騎乘時間 我們已經騎了230公里 現在是在雲林 然後我們剛剛那一段超級順風 所以時速均速大概都抓到40 所以我們把原本少的-40分鐘 已經追回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沒有 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差了 我們已經在我們預定時間內 所以接下來應該可以在目標時間抵達終點 超棒 我剛剛吃了一個泡芙咖啡 一定要一直吃東西 超餓 我們繼續往台南前進 順勁 腳平一點往下踩就好 不要勾太多 就是平平的踩下去就踩大腿 不要往下腳跟 對對對對對 象中央就好 早快瓶下 為了這 count 我們現在已經超前進度40分鐘了 對啊 所以後面應該空間蠻多的 這邊可以修30分鐘 6點10分 因為原本6點20才會到 已經提早40分鐘了 吃晚餐 吃晚飯 剛剛騎了272公里了 然後現在進行了12個小時左右 我們大約剩下80多公里 那下一站會是台南安平 然後接下來有三個休息點 我們會越休越密集 下一段的休息距離只有25公里左右就會休一次 那接下來在下一段之後 就會由我跟呱吉挑戰最後剩下的50公里 因為其他伙伴要先去搭車了 好 那我們就時間不早了 準備出發 現在6點08分 Go Go 290公里 快結束了 已經距離我們的 終點 不是終點 距離我們下一個休息點 大概剩下不到10公里了 然後目前前面的隊友們 待會也準備下車 所以待會我們能省折省 因為等一下晃得去破風了 快到了快到了 我們已經298公里了 現在已經來到了台南的安平門市 距離終點應該剩下50公里 老闆來了 老闆來了 漂亮喔 其實我本來心裡就是希望16個小時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13個小時 但我們時間一直在走 所以要拚16小時 我們距離16小時 還有2個小時30分鐘左右 2個小時半 那過去一點點就算了嗎 不要算 不要想說 好 這個小個點就 那接下來的路段 就是從台南一路要往高雄的路上 其實這一段路段 可以說是非常昏暗 而且路上的車也非常的少 那呱吉其實提成到這邊的時候 他的腿部已經開始有一些不適的情況 但為了達成我們這次北高挑戰的人物 他還是一路硬撐的往前進 現在這邊算高雄嗎 應該還沒 台南邊邊快到高雄 最後30公里 然後我們目前其實超標蠻多層級 我們原本預定要17個半小時 但現在騎完 我覺得大概16個半小時內就可以騎完 威姐超強 出發 我現在自己的腳也開始覺得很痠的狀態 但現在雖然小順風還不錯 希望可以維持久一點 一路騎乘到現在 其實已經過了16個多小時 可以看到我的眼神也開始出現晃散 而且很想要死的狀態 因為騎到後面真的是意志力非常艱難的挑戰 所以真的很佩服 呱吉一路騎乘到現在 除了腳上的傷痛之外 他還可以靠著他的意志力硬撐下去 我們一起往最後的終點 高雄前進 好 我們總共騎了16小時39分33秒 350公里 挑戰成功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超乎我們預期 然後整體來講 我覺得騎乘表現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滿期待到時候 挑戰當天 我們人越來越多 然後你應該騎得可以更輕鬆 希望如此 一定可以的 可是我覺得深夜騎車真的是個好大的挑戰 對 尤其到後面就是 可能肌肉開始僵硬 天氣開始變冷 其實真的騎起來 真的比較有挑戰性一點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到時候挑戰見 挑戰成功 他沒帶卡鞋其實滿慘的 因為他沒帶卡鞋其實 讓他沒有辦法抽車 那他踩平底的 他全部都是這種底的 所以他一踩下去其實很容易滑掉 那就滿危險的 所以害他沒有辦法 就是比較有效率的騎車 真的滿辛苦 我現在換一個全白的鞋 希望等一下地板不要太髒 還有這個髒掉 不然我的另外一雙已經變這樣了